來玩這款遊戲 塔塔守衛戰 進來了 莉莉安 好名字 塔塔守衛戰 開射了 能量在馬後則會失誤追跡 哎喲 剪輯 發射弩 新的箭台 好像越來越有氣了 屬性 升階 哎 剛剛那個屬性 所以 聖物 蘋果盒 它蘋果盒這種東西啊 好強喔 這裡打起來了 哎喲 所以 它做成這樣子好特別喔 看起來像放置遊戲 難得 這遊戲值得一吻 1是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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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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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牽到有會送什麼嗎 有雙倍允許喔 算了 喔 自己攻城爐能量不足 我現在被打爆了耶 我分左右兩次好像不是什麼名字之訣耶 這清怪變得好慢喔 我很想把它移動喔 但是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下一關 敵人走向 我可以這樣移嗎 喔可以這樣移嗎 不行耶 這是解鎖格子喔 160鑽 第三格 已經開了喔 那我現在要做的事情就是 再抽角色 居弱之塔 再召喚 還有什麼塔 有沒有神魔之塔 喔 紫色的喔 有紫色的啦 這樣可以吧 生你啦 全部 精密不夠啦 喔 我有這裡啊 好多喔 欸這個遊戲鑽石很重要耶 你看 他連開這個聖物都需要鑽石耶 難怪他點那麼口喔 喔 喜歡耍這個小聰明是不是 屬性 這個聖物都裝一裝阿 這樣推關可能就會快很多了 下一關 其實做的還不錯啦 但是 缺點也挺多的 不過值得一玩阿 這類學遊戲倒是很少見的 你要玩可能都是那種好幾年前的 活有創意 阿 敵人來了阿 這邊可以技能釋放 唉呦 這個輸出很高耶 拿到兩天的金幣 接下來還有怎麼嗎 玩法大致就是這樣啦 拿到了聚集之塔 解鎖 解鎖需要 好啦 死去 聖物阿 爆傷 好啦 生到破產 全部給你 解鎖 無盡挑戰唷 好啦 最後一關打一打吧 無盡挑戰耶 可以加速喔 無盡挑戰 那也可以啦 你推主線好像不能加速 後續的關卡不知道 拿到自己少了喔 果然是無盡挑戰 就是掛著啊 讓他 打自動下一層 下一層這樣子喔 鑽石祈願 很五倍祈願耶 手臂入侵了啊 我等待就是這一顆啊 好廢喔 一下子就掛了 整體做台算是不錯啦 福利部分嘛 就不怎麼樣 沒什麼福利啦 大部分都是要看廣告 但是整體有值得一碗的 的氛圍喔 這是挺值得一碗的啦 好 本支影片就到這裡吧 大家掰掰 拜拜